嗨 大家好 我是老魚 今天來說說隨洋帝洋廣喔 據說啊 隨洋帝洋廣原本是中南山上的一個巨蜀喔 因為啊 他被飼養已久了 後來啊 他就脫去了他的皮毛 成為了異國之君喔 所以啊 洋廣他原本不是人喔 所以啊 他有許多非常可怕的性格喔 狡猾 淫蕩 貪婉 自私 陰險 人血 殘暴 這些性格 在洋廣啊 還沒有出世的時候啊 當時啊 懷洋廣的獨孤皇后啊 他在生洋廣之前啊 夢到一條龍啊 從獨孤皇后的身上跑出來喔 然後啊 在天空中飛著喔 啊 洋廣也在出生時啊 在宮中發出了紅光喔 但是啊 洋廣仍然令他的父親隨文帝洋間擔憂喔 因為啊 獨孤皇后夢境的下半不死 這一條龍飛完之後就摔在地上 然後他的尾巴就斷了 所以啊 隨文帝非常擔憂喔 他生出來的這個赤子洋廣啊 未來可以成就水草 但是啊 也可以毀了水草喔 洋廣啊 他小時候非常的聰明喔 到了十歲的時候 已經飽毒失書了 但因為洋廣他是赤子 他無緣皇位喔 於是啊 他就開始密謀與長子洋廣爭奪皇位喔 洋廣啊 他假裝節儉 也把彈奏的征選弄斷喔 洋廣也知道 獨孤皇后最痛恨花心的男人 於是啊 洋廣出路啊 他都只帶著妻子喔 有一天啊 水文帝和獨孤皇后 到了洋廣的家中 他們非常的開心喔 因為他們發現啊 洋廣的家中 除了非常的簡樸之外呢 連吃的東西也是非常的簡單喔 沒有三針海味 他們兩個人呢 就更喜歡這個赤子了 而當時的太子洋廣啊 他非常的好色喔 洋廣啊 他有很多妾 家中也有很多金銀珠寶 更重要的是啊 洋廣他的妻子原非喔 因為不得寵 氣出了心病喔 兩天之後就過世了 獨孤皇后啊 最痛恨這種不專情的男人喔 洋廣知道啊 父皇和母親獨孤皇后 已經慢慢的在給太子洋廣扣分了 於是啊 常常在身邊火上交友喔 每一次啊 洋廣他在獨孤皇后抱怨的時候啊 也會假裝痛心疾首 非常難過喔 也讓獨孤皇后啊 更加喜歡洋廣喔 有一次啊 洋廣啊 他在看士兵訓練的時候啊 那個時候剛好下大雨了 於是啊 這些士兵們他們就在雨中操練喔 有人啊 就幫洋廣撐傘 但是啊 被洋廣推開了 洋廣認為啊 士兵們都在辛苦操練 他怎麼可以自己躲雨呢 這件事情啊 在當時啊 被很多人津津樂道喔 後來啊 洋廣當上了揚州總管喔 洋廣啊 他藉由入朝的機會呢 就跟他的媽媽獨孤皇后抱怨說 自己很重視兄弟情 但是啊 不知道為什麼太子洋永一直想要殺死他 但其實啊 根本就沒有這件事情喔 獨孤皇后啊 聽了之後大怒喔 再加上啊 洋永居然在太子宮中裡面 接受百官的吵喝喔 這些啊 種種的扣分行為啊 終於讓太子洋永的分數扣完了喔 所以啊 隨文帝洋間決定改立赤子洋廣為太子 廢掉洋永太子的位置 後來啊 洋永他就被囚禁在府中喔 好幾次啊 洋永想要上書陳情 可是啊 都被他弟弟洋廣的人擋下來了喔 洋永啊 他沒有辦法 他只能爬到府中最高的地方 結果啊 他就爬到樹上含冤喔 然後啊 被其他洋廣的心腹大臣 借機給隨文帝打小報告喔 說啊 洋永他已經瘋了啊 所以至此啊 洋永這個人啊 已經廢了喔 他已經沒有機會了 局勢啊 全都在洋廣的掌握範圍內了 洋廣是不是會演戲啊 大家 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也歡迎關注我啊 我之後再做下一集啊 自媒體敬應不易啊 你們的關注就是我更新的助力啊 好啦 我是老魚 我們就下一集再見啦 大家掰掰